大家搞到邀请马了吗 搞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 SOLA2发布爆火后 邀请马一马难求 连Sam Ultimate都下场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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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视频就是SOLA2生成的 想象一下 不需要百万预算的剧组 不需要学习视频剪辑 甚至不需要一台相机 就能创造出这些 堪比电影大片的画面 Sam Ultimate用 TrackVT for Creativity Moment 来定义SOLA2 这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视频创作的门槛 可能正在被逐步踏平 今天这期视频 木子不仅带你领略 SOLA2令人瞠目结舌的效果 更要深入探讨一个核心问题 当AI强大到 可以一键生成专业级视频的时候 我们作为创作者 真正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首先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SOLA2更新点有哪些 与遗忘指发布模型论文 和演示视频不同 就是OpenAI除了更新SOLA2模型以外 还同步推出了SOLA App 这个App不仅仅是给大家用来生成视频的 它的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 AI原生视频生态 或者说就是一个AI版的抖音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UI设计交互逻辑 和我们熟悉的短视频平台 几乎一模一样 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像刷抖音一样 沉浸式的刷AI生成的视频 但是OpenAI这个社区化的设想能不能真正实现 我这里也还是想打一个问号的 那如果你想使用SOLA App 有三个条件需要满足 第一就是目前仅支持iOS系统 第二就是需要美区和家区的Apple Store账号 第三个门槛也是最核心的 就是邀请码 不过现在Reddit或者推特上搜索SOLA2邀请码 已经有很多码流出了 那我自己也还有邀请码可以分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会随机抽四个小伙伴提供给你 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把自己的邀请码 分享在评论区 让更多的小伙伴一起玩起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 这个应用里面的三大核心玩法 看看它是如何重新定义AI视频创作的 那第一个玩法就是文本直接生成 这基本上已经是AI视频生成工具的标配能力了 无论是网页端还是APP端 只要在输入框里描述 你想要SOLA2生成的视频画面就好 比如我输入这一段Prompt 还有一下 我可能慢点才去 没什么 只是想听你的声音 好 你先收拾 那SOLA2和之前爆火的VIO Switch是一样的 它不仅能够精准的生成画面 而且还能实现音画的同步生成 Ready when you are 3 2 1 Go 这让我们彻底告别了 需要找音效后期配音的繁锁流程 那我们再用VIO Switch曾经火锅的穿越时空自拍 来一样测试SOLA2的场景和语音还原能力 你的人都快死光了 你也在流血 不如就散了吧 大哥和3D会来救我的 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 SOLA2并不比VIO Switch迅色 普通话甚至是更加标准 然后第二个玩法 就是At他人进行视频共创 这也是这次SOLA2最具革命性的功能 官方称之为Cameo 要使用它呢 你需要先在应用内录制一段短视频 完成活体检测 例如眨眼摇头等等 让AI学习 并生成你的专属数字分身 或者直接在对话框里 At已经共享的人物 像上面这些头像的 都是可以直接At的 这个玩法作为这次的主打功能 并且因为它的强射交属性 已经被大家玩疯了 那第三个玩法呢 就是进行视频奥创 当你刷到任何一个喜欢的AI视频的时候 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按钮 你就可以在保留原视频 运进节奏和语音的基础上 进行主体和风格的变换 比如可以把这个皮卡丘的AI相骂视频 改成为奶龙为主角 我们可以看到不光它的形象是做了更新 连奶龙的声音都是完美复刻的 毫无违和感 那了解了Soro2的这些新玩法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面对最核心的问题 Soro2的生成质量究竟如何呢 是否能够以假乱真 那我将通过四大类别的测试 给你一些参考 首先我们实测的就是模拟物理运动 物理世界的复杂运动规律 一直是AI视频生成的图灵测试 而体育运动特别是体操和球类运动 几乎没有太多 AI视频模型能够做得特别好的 但是Soro2非常离谱 几乎已经可以办一场AI奥运会了 例如给大家看一个体操运动员 在平衡目上翻转的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AI不仅能够表现流畅的动作 还有背景的解说和声音 可以说是以假乱真了 除此以外像这个视频 每只鸟的飞行轨迹都符合通气动力学 翅膀煽动和水波扩散的因果观想 也表现得非常自然 这些都表明Soro2对现实世界动力学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人物表演与一致性 之前我们提到了Soro2这次主打的功能之一 就是Cameo 其实也就是展现了AI视频生成 在人物一致性上面的能力 现在Soro2通过这个能力 可以让同一个人物角色 在不同镜头角度 不同光影下都保持稳定 比如这个疑似SAMTO GPU 被捕的监控视频已经爆火了 还有这些 哈哈 这是真实的 你必须要是来的 哈哈哈哈 哈啰 哈啰 Skip it up I'm a CEO in a porcelain spa Skip it up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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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me Hello 我是Cameo 谢谢你 在这个国庆喜庆的时刻 祝中国人民中秋节快乐玩的开心 SAMU一定被大家玩坏了 除此以外呢 我们每个人也可以设定自己的角色 不过OpenAI在这块呢 也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你在创建自己的Cameo的时候 要做非常复杂的身份验证 以确保手机面前的这个人是你自己 最后一切都搞定了呢 你就可以在创作的时候 at你自己了 比如我在纽约的街头上做后空吧 看好了 成功了 纽约的街头真棒 或者是我和SAM和Pi 效果太顶了 谢谢母子 你的频道也做得很好 大家快关注它 接下来就是图身视频的效果 那我们大家知道 除了纹身视频以外 图身视频的能力 基本上也是现在 AI视频生成的标配了 那Sora 2 在这方面呢 也做得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中文语境 和语音的支持度 其实之前给大家看的 几个暗影视频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得出来 Sora 2对中文的支持 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沐纳雾感丝绒唇釉 这一支沐粉108 一抹集雾面 显白不挑肤色 添加山茶花油 不拔干 轻盈舒适 齐色长达8小时 沐粉双唇 温热上分吧 PT老师让我表演一个单口相声 什么是单口相声 说学逗唱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鱼 鱼 鱼 今天谢谢你们一直在 今天我想勇敢一点 我要当着大家的面 跟我最喜欢的人说句话 李北你能嫁给我吗 傻瓜我怎么会拒绝呢 那就戴上了 好 历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向雨 不肯过江东 像这些视频 我认为中文发音 都已经是非常准确的 不过呢我也尝试 让它去生成中文的戏剧腔 原来茶自眼痕开一遍 这个效果就完全达不到 看来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 毕竟是国粹 AI也没那么快能学会 可以理解 那整体上来说呢 Soro 2比前大有了明显的进步 尤其是人物一致性 生化同步这些能力啊 基本上都达到了 顶尖模型的水准 但是呢 Soro 2也有很多的缺点值得完善 比如它的功能还是非常的单薄的 目前仅支持生成横屏或竖屏的画面 以及纹身或图身视频 但像其他工具里面常见的 添加首尾帧 局部修改 角色参考 视频延长等等功能啊 这里全部都没有 而且对免费用户来说呢 Soro 2也是有非常多的限制 首先就是分辨率的限制 免费版呢 最高是只支持480p的生成 但是呢 XGBT Plus用户可以使用720p Pro用户呢 是可以生成1080p和4k 第二个呢 就是视频时长的限制 免费用户单次生成上限5秒 Plus用户是10秒 Pro用户是20秒 第三呢就是每日的配子呢 免费版 每天大约是可以生成10-15个5秒的视频 超出以后呢 就需要等待24个小时重置了 除此以外呢 Soro 2对生成内容的审核也是非常严格的 图身视频的场景下 如果以上传真人知名IP或者是成人画面 都可能会出现无法生成的情况 不过纵观Soro 2和它的应用 OpenAI的眼线已经超越了打造一个强大的AI视频生成工具 它正在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创意生态圈 但与此同时啊 最宝贵的资源不再是技术 而是你那个独一无无法被替代的头脑和创意 或许啊 这正是Transgivity for Creativity Moment的终极含义 一个属于全民导演的时代序幕啊 正在拉开 而下一个伟大的故事 可能啊正诞生于你此刻的灵光一线 我是莫子我们下期视频再见